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好 今天待会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 可能你们有没有想到 甚至于觉得有点怪 有一次我们五十年前的中学 同学一起聚会 有同学就说 以前我们中国人碰到的 就说怎么样问 你吃过饭了吗 但现在他说 现在问你问你说 你离婚吗 当时我真的大吃一惊 但不管怎么样 在今天这个 所谓社会上奇奇怪怪 什么包二来包三来 什么小三等等的 情况下 我的题目是什么呢 你有几个家 你不要误会 我有几个家 好了 那么我想 家的这概念 在古代跟现今的时间 都不一样 我们平时说 我们平时说 这个一想到家会 想到什么呢 想到温暖 想到接纳 想到爱 想到安全 是不是 但中国字 这个造字的时候 很多字造得很好 但这个字造得不大好 中国字是一个 宝盖头 一个屋顶 下面是个藤 就是猪 可能古代的时候 有人把猪也养在家里 养在家里 从这个健康卫生的角度 当然并不好 但如果一个家像个猪窝娘 混乱 吵杂 肮脏 那更可悲了 不过家 应当是 很令人向往的 我们在《战民室》里面 有一首 也是外面很多人会唱 家 甜蜜的家 对不对 那么 今天我跟大家 讨论一个题目 你有几个家 我往往 在讲这题目的时候 我会问问听众 说有几个 有的想一想说 有两个 我说 不够 有人就说 有三个 特别是基督徒想到 三个 我说三个还不够 我说至少 在我今天 要跟大家一起 探讨的是有 六个 哇 你可能想要六个家 对 让我们一起 来讲一讲 平时我们说 讲到 三个大段就好 今天分六点讲 那么 第一呢 当然我们大家 很容易体会 就是 我们每个人 都有个小家庭 不论你现在 做父母的 或者还是做子女的 都是 有一个小的家庭 的概念 我们知道 原来最初 家庭是 在人类还没有犯罪 人类的始祖 亚当夏娃 在伊甸园 就是乐园里面 上帝就为人 设立了 两个制度 一个就是 家庭婚姻的制度 另外一个就是 第七日的 安息日的制度 家庭婚姻 是上帝为了 人类的 生理的需要 心理的需要 道德的需要 灵性增长的需要 也是社交的需要 以及幸福 而设立的 因为当时 上帝造了亚当以后 上帝说 那个人独居不好 一般的讲 男婚女嫁 这是上帝所命定的 最早的时候 是上帝所赐福的 甚至说 第一个 婚礼就是上帝所主持的 独居不好 孤独并不理想 一个孩子如果 小小的时候 就是很孤独 没有人陪伴 那是很不幸 到了青年的时候 看见人家 成商成对 自己 孤身之隐 孤独不好 到老年时候 到老年时候 孤独 那更有一种 凄凉的感觉 你说是不是 所以 家庭 本来是一种 相爱 温暖 解纳 安全 这个的象征 这就是上帝 原来 顺利的家庭 说 孤独不好 一个人不好 所以 基督教的圣经 我们所信的上帝 希望怎么样 总的讲 是男婚女嫁 到了适当的年龄 成家 第二年 上帝说 我要为他 造一个配偶 来帮助他 所以 作为家庭 作为夫妻 甚至于 以后 家庭延伸了 有了子女 或者上面 还有高堂 那么 都是为了 要互相的帮助 互相的帮助 那么 这是 两个人 上帝说 当他们 这个 生理上成熟 年龄 到了一定 而且呢 可以说 心理上也成熟 甚至经济 能够独立了 那么就要 离开父母 这个离开 不是说 撇下父母 意思就是说 要独立 要 开创一个 新的家庭 圣经讲 创世纪 第二章就讲 夫妻两个人 要成为一体 这个不单单是指着 肉体的结合 更加指着 心知 意念上的 一个相互的 能够同心 合一 这上帝 最初的原委 但是 我们也说 为什么今天 这个家庭 婚姻 受到这么严重的 挑战 从圣经记载 到人类第六代 有个叫拉麦的 他就开始多气 到了第十代 挪亚的时候 圣经记载 怎么样 看见人的女子美貌 就挑选来 为妻子 所以就形成了 很多很多的 一些混乱 败坏的迹象 在历史当中 一夫多妻的有 一妻多妇的有 等等 但这都不是 上帝最初 设立家庭 和安排婚姻制度的 原委 所以圣经又讲 一 孤独不好 二 两个人要 成为一体同心 三 还需要有 上帝的爱 进入到家庭 三骨合成的神子 圣经讲 不容易遮断 意思就是说 人类的感情 有的时候有局限 有的时候有不足 有的时候受到试探 必须要天上的圣爱 耶稣基督 上帝的爱 柔和在其间 三骨合成的神子 就不容易遮断 今天 这个家庭的问题 婚姻的问题 是受到了 巨大的挑战和威胁 东方西方 都是如此 离婚率 不断的高涨 单亲的家庭 到处涌现 那些孩子 在彷徨 在疑问当中 长大 老人在叹息 但不管怎么样 为什么呢 上帝原来对人类家庭 是最好的一个安排 但撒旦 也是 撒旦有的时候呢 叫人怎么样 想成家 但成不了 或者 让现在有些人说 哎呀 我不要肩头上的负担 就怎么样 同居不结婚 还是一个人 使得有些人呢 想成家 非常的孤独 应做条件 应做地理的环境等等 不能相聚在一起 那么 撒旦呢 也有个二 他就什么呢 使得两个人呢 同长异梦 南辕北侧 互相的彼此相争相斗 这在今天的家庭当中 也很多 而三呢 撒旦也有三 他是怎么样呢 让第三者介入 以至于破坏今天的家庭 所以 我思考这个题目 我愿意从圣经里面 讲述的题目 是要让我们看到 上帝最初 对家庭 对婚姻的一种 这个期望 以及祝福 到今天 真的说 对很多人都被破坏了 很多人感觉到 有家归不得 有家不想回 也有的 甚至不愿意成家 但上帝 对人类最初的安排 是非常的美好 而且充满了他的爱意 我觉得上帝 对我每个人 都有很好的旨意 有一度 我生活在特殊的环境 我看到 听到 很多 甚至于 我有一度也想 我还是单身吧 但就在 那个时候 上帝给了我信息 十篇六十八篇 说 上帝是孤独的有家 等等 当我今天 回想过去 上帝对我的带领 我真的充满了感恩 尽管我三十六岁 才能结婚 四十岁才有一个孩子 但 上帝很怜悯 很爱护我们 上帝是孤独的有家 而且 领悲求的出来 享福 我今天 几年前 我们已经升级成为主父 母了 所以感谢主 如果我们有机会 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 可以成家 这是上帝旨意 但如果因着 种种的 限制 或种种的困扰 我们暂时不成家的 也不要紧 耐心的等候也好 或者你有这个 独身的恩赐 人不要抢求 如果你有这个恩赐 在这个 时事艰难的时候 守住同身 或者为了主力缘故 也不是不好 甚至于不是不可以 第一 我就想 上帝是孤独的有家 圣经并不 灭视 或者 或是爱情 甚至于 圣经的当中 有一卷 叫雅各书 就是歌颂 爱情 歌颂婚姻的 好了 这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小家庭 但是正像我讲 今天的小家庭 其实受到很多挑战 很多的人感觉到 家庭里面 得不得像家那样的 温暖 接纳 相爱 帮助 很多人家庭当中 甚至有 不少的痛苦 我们在做教会工作的时候 时常也会遇到一些 尤其是姐妹多 跟我们述说 她的丈夫是烂赌 赌得家都不顾 赌得房子都卖掉 儿女都不管 也有 也有些 讲述了 他们的丈夫 遇到了第三者 还有些 发生在女方 也有 觉得自己的丈夫 赚不了太多的钱 结果就跟其他人去了 也有 但总之 在今天的世界 其实 从历史上查考 整个的封建时代 有封建时代 婚姻的痛苦 家庭的不满意 到了资本主义时代 也是如此 到了今天的整个的世界 都有各种的迹象 上帝就给我们第二个家 什么呢 就是永生上帝的家 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15节说 教会 就是永生上帝的家 上帝看到了 这世界上 小家庭 有这个痛苦 那个不安 那个不如意 所以上帝 为人预备了一个大的家 大的家 教会 新纳来自四面八方 男的 女的 各种 背景的 有文化 没有文化 有钱 没有钱 上帝有个大的家 因为这个家 是永生上帝的家 上帝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都是他的儿女 所以我们彼此之间都是守住 而且圣经讲 耶稣就是我们的长兄在这家里 永生上帝的家 上帝 很希望这个家 能够 行啊 帮助 安慰 鼓励很多 在自己小家庭当中 有不安 有恐惧 有威胁 有痛苦 有叹息 有身影的 这些人 来到上帝的教会的家 当作安慰 鼓励 当作亮光 上帝希望 接着在 这个大家庭里面 那些蒙恩 有一个好的家庭人 能够 做出榜样 做出示范 以及特别去帮助那些 其他软弱的肢体 或者是遭受痛苦的 因为圣经讲 一个肢体受痛苦 所有肢体都受痛苦 一个肢体的荣耀 所有肢体都得荣耀 都有快乐 所以在上帝的教会 是上帝实际的 是成为一个祷告 万民祷告的店 这是我们对天赋的 但是呢 作为来到教会人 大家都是弟兄姐妹 何等的好 所以上帝 特别预备了教会 在这个地上 教会 从希腊文 就是说 Ecclesia 就是说上帝 从世界 招出来的一般人 对的 招出来一般人 聚集在一起 除了敬拜上帝 歌颂上帝 领听上帝的教导 高举传扬上帝 另外他们 要彼此在一起生活 互相的 怎么样的 勉励 互相的安慰 互相的帮助 必要的时候 像个家庭 互相的提醒 甚至于 不得不责备的时候 也应当有一些 带着爱的责备 是不是 这就是上帝 预备了一个 大的教会 往往做基督徒 还会想到 但是呢 有人说三个家 他一想 想到怎么样 天家 小家庭 教会大家庭 一想想到 我说 不要三七跳 跳得太远 太快 还有家 什么家呢 我们不应该忘记 就说国家 上帝让 不同的人 生在了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国家 有他的 安排 有他的旨意 有他的许可 当然 我们的国家的概念 不是指着 什么制度 什么党派 或者是 什么 一切的主义 不 我们是指着 同胞 我们是指着 美好的和善 永远的 谢谢上帝 我们中华民族 几千年来 上帝都保佑我们 直到今天 还维持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 统一的一个国家 这是上帝的恩典 那么 没有国家的人 是很辛苦的 我在初中的时候 看过一个电影 他们有祖国 就讲到有些犹太人 我们知道 犹太人从圣经里面 看到他们的历史 上帝原来拣选他们 成为一个选民的国家 希望他们在古代的 欧 亚 非 三州的中心 开花 结果 把福音传出去 保存对真正的认识 而且把福分带给万国 就像上帝应许 亚伯罕的 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但遗憾的 以色列没有做到这一点 不断的违背 上帝的旨意 抗拒他的命令 甚至背叛了他 以至于犹太民族历史 是相当的心酸 在1920世纪之前 除了受各个大国的统治 可以说飘散在各个地方 成为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所以那个故事就讲到 他们有祖国 这是很令人心酸的一个回忆 其实圣经里面 犹太人 以色列是很爱国的 尽管他们受过 这个其他国家的统治 甚至奴役 但他们在义邦 在克地 他们都追尸 他们都饷宴自己的 故国和家园 诗篇126篇 诗篇137篇 这些都是感情 非常深厚的一种 爱国的情绪 爱自己民族的一种感怀 到了幸运也不例外 提摆前书第二章 罗马书13章 都提到 我们对自己的国家 应当要爱护 一切 当纳粮的要纳 当交税的要交 当顺从的要顺从 除非是 跟顺从上帝 有矛盾的时候 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我们应当成为 世界上一个 良好的一个公民 那么 我查考了一下 圣经里面最初的 国家的这个来源 这个创世纪 第十章第十节 说他国的起头是巴别 就是该隐 亚当的一个不好的 不肖的儿子 该隐的 后代当中 有一个叫宁禄 他就造作成 甚至立国 叫巴别 巴别 原来的名字 意思是天的门 但后来就成为混乱 我就想到 如果这国家 他除此像淫露 这样一种拜偶像的 崇尚武力的人 那只会 为自己 社会带来混乱 甚至为世界带来混乱 但另外一方面呢 上帝应许 亚伯拉罕 创世纪十二章十二节 创世纪 这个十五章十八节 十七章 二十六章都说 上帝说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上帝叫亚伯拉罕成为大国 而且亚伯拉罕的名字 就是多国的父 这个意思 而且地上的万国呢 必要因你得到福分 这是上帝 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但遗憾的 亚伯拉罕的后裔呢 到了撒末尔的时代 他们就说 我们要向其他的国家 要立个王 上帝 当时难过 上帝对先知撒末尔说 他们不是弃绝你 他们是弃绝我 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结果呢 上帝就容让他们 允许他们 推举了以色列第一王 叫扫罗 扫罗开始很谦卑 虽然人高处一个头 但他找他的时候 他躲在一个角落 他很谦卑 但到后来 越来越远离上帝 很悲惨 最后是自杀生 所以 你就看到 就是在上帝 允许亚伯拉罕后裔的 这个历史里面 也看见 出现了怎么样 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记录 那么至于到 整个的 犹大的历史 或者北面的 以色列的历史 以色列几乎没有一个王是好的 犹大 有几王还好 但是很多的王 都是不好的 以至于整个的国家 都是在不断的背叛 不断的混乱当中 被卢 被巴比伦 所掳掠 北面是 以色列是被 亚述 所掳掠 都亡国 那么 从这里面 就看到呢 这国家的历史 坏的就从巴别 从银路开始 好的亚伯拉罕 但是呢 到后来也走外了 不过上帝还给人一个应许 到有一天 有个应许说 要把刀剑打成篱头 这个国也不举刀攻击那个国家 有一天和平的景象要恢复 但不在现在 天国不能实现在现在 好了 我现在想一想 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 自己的同胞 上帝给我们的美丽的河山 35年前 我离开了自己生长的一个地方 但当我到边境的时候 当我回头的时候 我的心情非常非常的复杂 可以说 想到我们自己是有一个国家 希望我们的国家平安 希望我们的国家兴旺 好了 几个家啦 小的家 大的家是教会 第三呢 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的国家 第四呢 我们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 我们应当有个更远大的眼光 世界也是一个大家庭 对不对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尤其到了二十二十一世纪 地球是一个村落 动一发 牵全身 世界上 在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 也会影响到其他 不论是好或者坏 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感受 我是一直关怀 国家的新闻 世界的大事 有的时候在电视里面看到 像前不久 是鲁王达大屠杀的十周年 一百天里面杀了四百万的人 真的看的是痛苦又痛苦 有的时候看到 有些地方自然灾害的严重 家园被摧毁 人员伤亡的时候 我也痛苦 有的时候 看见那些骨瘦灵灵的 那些非洲的孩子 每一天 握着肚子上肠 每一年 甚至每一周 不晓得多少人 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 我们的心很痛苦 我收到 一个叫吴国界医生的 这些信件 以及他们的信息 以及他们要求的捐款 我觉得对啊 有的时候我固然想 我们先应该帮那些 近的我们自己国家的债序 但他们想到了非洲 很多的儿童 很多每一天 有营养不良 或者受越级而死亡的孩子 我们应当有一个世界大家庭的概念 应当的 我去过纽约 在联合国总部面前 有一个树像 他们是引证了 以赛亚书 有一天 会怎么样 要刀剑 要打成梨头 正像我刚刚讲 这个国要不攻击 举刀攻击那个国 这是一个美好的景象 但是我们先不要想到太远 先就来看看 我们的现实的这个世界 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做的 我们有些什么责任 有些什么义务 我们应当关怀他们 为他们祷告 有力量 有需要的 也可以帮助 所以世界的一个大家庭 我们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某种含义讲 我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教导 他在教导人 祷告我 你怎么讲 我们在天上的福 上帝说 每个人的天赋 我们大家都是四海一家 我们可以说 都是守主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然后上帝自己才可以 实现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我有饭吃了 其他人有没有饭吃 我们的国家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世界上还有很多 没有过这关的 还是在贫穷 还是在饥荒当中 所以 还有呢 即使这个大使命 耶稣基督说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这又 扩大了我们眼光 我们应当 拓展上帝的国度 何况 作为宣教学者告诉我们 在我们这个地球 北纬四十和北纬十度 这之间 是有许许多多的人 是为的之地 许许多多人 是没有听见过福音的 我们对他们 是不是有责任呢 我记得 三十五年前 我不得不离开 我生长的地方 要到异国他乡 有个姐妹 给我 一支钢笔 那个时候一个钢笔 很宝贵的 三十五年前 墨水自来水笔 可惜这位老姐妹 今天已经暗睡了 这支笔我也不晓得 到哪里去 因为我们走东走西 搬来搬去 但 它上面刻了八个字 我永远没有忘记 胸怀祖国 放眼世界 对的 我们做基督徒 不是单单 有个小家庭 甚至于不是单单陶醉 或者是 只是关顾我们教会 作为永生上的家 我们应当要 关怀我们的国家 关怀整个的世界 胸怀祖国 要放眼世界 放眼世界 好了 几个家了 四个家了 我先讲第五个家 天家 这才是很重要的一点 不过我也不希望 像有些基督徒 我问他 你有几个家 他心里讲 小家庭 教会大家庭 而将来 添加了 一跳 不 我们还是在这个 现存的世界 还是在 上帝要我们 生活的 这个土地 还是在 我们要关顾 我们所接触的 同胞 人民 甚至于外来者 或者我们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我们还有责任 还有义务 但是如果 人生就是什么 几十年走走走 走完 没有添加的话 那是很遗憾 什么是生命 有人就说 时间加空间 一个人活几十年 时间 占有一个空间 但有一个犹太学者 讲了一个很深刻的话 今天的人们 用尽了他的时间 去扩展他的空间 但当时间等于零的时候 空间一下子 也就化为乌有 不是吗 是这样 大家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像一个船那样 我们不接受有的宗教说 人生就像苦海无边 我们也不认为 像有的 唯物人认为 哎呀 人死了就如灯蜜 对不对 渡完一生嘛 就完了 如果我们的船 在这个人生的汪洋大海当中 有的时候尽管是享受 风和热力 风平浪静的一个时日 但有的时候 也会有汹涌的波涛 或者遇到气流 或者波浪翻滚 甚至于有可能这些沉舟 沉船了 有可能 哪怕没有沉船 到了岸边 没有路走了 又如何呢 香港人 很喜欢在 上次礼拜 或者是 在这些 坟场上 讲 希望你 上路 走得好一点 其实 人如果 没有圣经的教训 没有上帝的应许 没有在今生 有耶稣基督 在我们的心中 给我们的盼望的话 上什么路啊 上什么路 是不是啊 人死了 就在坟墓里面安睡 只能等到 将来的审判 这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如果 我们做基督徒的呢 我们非常有福 我们有个天家 天家 地上的小家庭 来到了今天 可以说并不完满 甚至教会 上帝的 永生上的家 也不够完全 有的时候 也有这个 缺点 那个错误 这个不足 那个不满 因为 教会毕竟也是 软弱的人 所组这个团体 尽管有上帝的关爱 所以 这小家庭 这大家庭 里面 有的时候 不一定享受 很多的快乐 我记得 大音乐家贝多芬 他有个朋友 叫 喜乐 他是一个 局作家 他说 哪里有快乐 哪里 人们的关系 就 能够 轻如 手足 兄弟 贝多芬 说 原谅 我不同意 他说 哪里 人们的关系 轻如 手足 哪里 才会有 欢乐 所以 贝多芬 写了一首 欢乐诵 而且是 第一次加入了 人生 在交响乐里面 尽管他自己 人生的遭遇 可以说 很颠簸 很曲折 他也很孤独 但是他在 上帝里面 找到了 真正的快乐 他在 兄弟姐妹的 团契 友爱里面 找到 但 我们不用 违言 也不必 只报喜 不报忧 有些人在 小家庭 得不做 安宁 但教会里面 也得不做 真正的欢乐 也是有的 当然很多人 得做了欢乐 因为这上帝 为我们预备的 那么 也不要灰心 也不要失望 哪怕有的时候 人生活在国家当中 也经历了种种的 这个奋斗 挣扎 考验 或者在这个世界上 你打开电视 翻开报纸 看到的多数是 令人难过的 心碎的 新闻 多过于 那些 美好的 鼓励人 你说什么 不要灰心 上帝 在圣经里面说 为我们预备了个天家 那个一度 被收回的 伊甸乐园 由此要重返人间 经过耶稣基督 救赎的人 被上帝的 大能 洁净了的 世界 消除了 罪的 痕践的 新天性地 将会 聪明 这是非常 美好的 在这个 希伯来书 第十一章 就讲到 有许许多多的 这个先贤 他们就是这样的 盼望着 等候着 这个将来美好的 一个家园的来到 希伯来书 第十一章 十三到十六节 我想读一读 好不好 这里面讲 这些人 就包括上面所提到的 包括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甚至更早的 罗亚 等等 这些人 都是存着 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 所应许的 却从 远处 望见 且欢喜迎见 又承认 自己在世上 是客履 是寄居的 是的 我们在这世界上 只是一个寄居的客履而已 但一个客履 总共会回家 我们的家 是天家 天父在那里 等待着我们回去 耶稣基督将会拥抱我们 所有的先贤 所以我们不要误会 有些人说 死了就上天堂 没有这件事情 他们还是在 坟墓里面 安睡 等候 不过 他们在世界上已经 得出这应许 而且怎么样 从远处望见 欢喜迎见 客履再辛苦 我们都做过客履 有的时候再辛苦 一想到 哎呀 快要回家了 多好 力量就 由而生 希望也就来了 快乐 也就开始 又生发了 是不是呢 而 西伯来书 同一章 是讲信心的 这个诗篇 都是那些信心的英雄 最后两句说 这些人还讲这 那 比刚刚提到人 还要多了 甚至于 做西伯来书的作者说 如果再提呢 他说 基电 巴拉参生 耶夫他 大卫 沙摩尔等等 再提呢 时间就不够 这个名单太长 这些人 都是因信 得到了美好的证据 却 人为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上帝 给我们预备了 更美的事情 叫他们 若不与我们同的 就不能完全 上帝有他美好的计划 为了过去 安睡的先贤 为了我们 现今活着的人 等到耶稣基督 回来的时候 基督抚灵的时候 要让我们一起 得着他所应许的 那美好的家园 到那天 圣经讲 上帝的丈母在人间 上帝要做我们的 上帝 我们要做他的子民 做他的安女 那时候 不再有哭泣 不再有悲哀 不再有分离 不再有疼痛 不再有死亡 上帝要插去我们 一切的眼泪 天家 天家是多么值得 我们想 天家是多么美好 好了 讲到现在五个家 我不说有六个家吗 六个家 什么家呢 我们来看看 诗篇 九十篇 第一节 这个家往往我们会忘记 但其实这个家 是我们 一切的家庭 成功 得着的一个根本的根本 诗篇九十篇 第一节说 主啊 你世世代代 做我们的居所 我们的家 珠三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 你未曾造成 从亘古到永远 你是上帝 现在能回答我了吗 我最后提到的家 其实应该成为一个 第一个家 最重要的家 谁啊 上帝 上帝是我们 灵魂的故具 是我们心灵的家乡 是我们一切的一切 有科学家 也是个哲学家 一个大思想家 法国人 他就说 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 就在我们的心灵当中 留下了一个空窃 而这个空窃 除了上帝自己 能够填满 弥补 任何其他 不是大就是小 总之 不适合 我们的心灵 我们是按照上帝 形象造的 上帝造我们的时候 就给人一个 崇拜的一个心灵 就给人有一个 敬拜的一个向往 就给人有个 有上帝的一个 观念和信仰 可惜今天 人忘记了 或者忽视了 或者是被其他占据了 或者是让世界 成为我们的神 甚至于有人 接纳撒旦 在他的心中 让我们今天 能够回到上帝面前 以他做我们心灵的居所 永久的家乡 这才是真正的福分 安稳 宁静 喜乐的一个全员 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 你有几个家 我希望你 能够越来越扩大 如果你有想出更多的 我也 准备要领听 但就这个六个 使得我们从 自己小家庭 走到上帝的教会 大家庭 再享用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世界 回到我们的天家 但最终呢 要先以上帝 做我们的家 愿上帝赐福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